台北車站的大廳廣場 在我背後呢 有許多的球迷以及國人同胞 都是這次來為巴黎奧運男子羽球雙打金牌戰 來為我們的林楊佩 王麒麟還有李楊來加油的 因為我們這次對上的強敵的來勢洶洶 是中國隊的頭號總指的梁瑋坑以及王昌 而在這次的對決中呢 他們勢必要把金牌給再次的拿回台灣 而且剛剛的王麒麟爸爸也來到現場 讓他們聽一段稍早訪問 我他們比賽期間盡量不干擾他們 那如果問我心情我還是那四個字 淡定 篤定 我很感動台灣大家共同對他們的支持 那絕對不是只有我們兩家的榮耀 是所有在台灣這塊土地大家共同的榮耀 也看到大家這麼支持他們我非常感動 雖然剛剛出現了殺手之后的斷線群 好 現在剛剛的林楊佩的激鬥三局之後呢 終於是成功地再次拿下金牌 這就是他們在上東京奧運之後 在巴黎奧運的等於是奪得第二面金牌 剛剛現場的觀眾都非常地熱情 讓我們各位現場畫面 我們第一局開場中國隊的一連吃的失誤呢 然後讓林楊佩是連得四分 緊接著延續得分呢 以21比17拿下第一局 而在第二局呢 雙方將此移入到19分平手之後 沒有要中國組合連拿兩分 19比11是贊成平手 將比賽拉入第三局 最後在林楊佩呢 在林楊佩呢 再次呢 一起努力之下呢 又再次的拿下了一面奧運金牌 也是中華隊今年的首面 也是我們台灣隊今年的首面金牌 而接下來呢 就在台北車站這邊的現場呢 也會有頒獎典禮之外呢 王琪琳的爸爸呢 也會跨海遠洋的跟他們來進行視訊 以上是我們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鏡頭交換棚內